北朝鲜的金日成家族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秘 统治力最强的政治家族 金家的祖孙三人在北朝鲜几乎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据媒体统计 他们在北朝鲜有一千多种称号 其中有的称号甚至还带点玄幻 比如什么自天而降的英雄 万明的天 21世纪的太阳 地球守护神等等 而金日成父子最喜欢的是别人把他们比作太阳 例如人类的太阳 永远的太阳 人生的太阳等等 金日成的生日被列为国定节日太阳节 所以在北朝鲜 太阳这个词不能乱讲 这是金家的专属名词 金家的祖孙三人 除了拥有那些神圣尊贵的称号 他们在朝鲜人心中还是战无不胜的将军 超级聪明的电脑天才 充满艺术细胞的建筑大师以及音乐家 作家 哲学家等等 说到这里就已经像是在讲神话小说 因为正常人类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 而我们要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由于北朝鲜境内 近乎变态的信息管控 所以我们只有从脱北者那里 才能了解到一些更为真实的金氏家族 所谓脱北者就是那些未经政府许可 从北朝鲜逃离到韩国或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脱北者中也有人曾身居高位和金家来往密切 比如有位叫做黄长夜的脱北者 他曾经担任过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 而且还是金正日的老师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迄今为止官职最高的脱北者 由于他对金家垄断权力十分不满 在1997年 他借一次到访中国的机会 逃到了韩国驻华的大使馆 然后得到了韩国的政治庇护 他在韩国报了很多关于金氏家族的猛料 而得知此事后的金正日恼羞成怒 称黄长夜为猪狗不如的叛徒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黄长夜出走时并没有带走家人 他在北朝鲜的妻儿 在得知此事后自杀身亡 剩余的家人全都进了劳改营 下场十分的悲惨 虽然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黄长夜的爆料 给外界那些想要了解北朝鲜 以及金氏家族的人 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 接下来我就参考黄长夜等一些脱北者的爆料 来给大家讲讲神秘的金氏家族 当然这里要讲的重点 还是家族内部的故事 所以关于一些历史背景 我会简单带过 金家王朝的开国太祖是金日成 他的本名叫做金成柱 早年在中国东北加入共产党 并参与抗日游击 后来又到了苏联任抗连教导旅的义营营场 朝鲜解放以后金日成在苏联的扶持下 成为了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金日成当初在东北抗日打游击的各种英雄事迹 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 基本每个朝鲜人都耳熟能详 而且金日成也也有机会 就向人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 但根据后来的一些学者考证 有很多关于他的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根据黄长夜的描述 金日成一向姿势甚高 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 以及斯大林的正统传人 甚至他还觉得自己要比马列更伟大 实际上他可能也没弄懂什么是马列主义 金日成号称自己创立的主体思想 其实也是由黄长夜编辑的 不过他在肃经一级这方面 确实得到了斯大林的真传 北朝鲜建国初期 尚有不少清中派和清苏派 后来都被他清洗得一干二净 虽然说金日成向来喜欢自吹自捧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金家王朝 金日成结过三次婚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韩胜基 他俩结婚是在1937年 也就是他在东北时期 不过他跟这个妻子之间并没有孩子 这种婚事也很少有人知道 他俩结婚还不满三年 韩胜基就被日本讨伐队逮捕了 在韩胜基被抓走的头年 也就是1940年 金日成就火速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正书结婚了 而且他的第二任妻子金正书结婚时 已经怀有身孕 很显然当时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韩胜基被抓走还能不能回来 但实际上韩胜基并没有死 他被日本人抓走后 又被他的家人救了出来 后来朝鲜解放之后 韩胜基在平朗又见到了金日成 搞得金日成非常尴尬 这件事之后也就被掩盖了 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金正书 在婚后一直跟着他到处打仗 据说金正书的枪法很好还救过金日成的命 金正书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叫金正日 也就是后来金家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 第二个孩子叫金万日 是在苏联出生的 这个孩子后来不幸溺水身亡 第三个孩子是金靖基 也就是金正日唯一的宝妹 金日成对于这个女儿十分的溺爱 金靖基的丈夫叫张成泽 他俩交往时曾遭到过金日成的极力反对 张成泽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才 他攀上金家公主以后就一飞升天 还一度被外界认为是金氏王朝的二号人物 他后来主管中朝贸易 是有名的亲中派 据说他很想在朝鲜推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 但可惜他并不是白头山血统 通俗点说 女婿再怎么好也属于是外人 一旦功高盖主 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被他的外甥金正恩 用高尸炮处决了 张成泽死后金禁忌也淡出了政治圈 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金正书 在1949年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 但当时金日成其实早就有了新的情人 这个人也是他的秘书 叫做金胜爱 金胜爱在身材与气质方面都比金正书要好得多 他在1951年正式成为了金日成第三任妻子 金胜爱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分别是金静真 金平一 金静一 其中金平一和他爹金日成长的最像 性格也比较正直 金胜爱也一直试图提拔他为金日成的接班人 但很可惜 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日 要更受父亲的喜爱 金正日向来不喜欢他的这位妓母 据黄长叶透露 金正日为了让他爹不再喜欢这位妓母 他甚至还特意安排了许多美貌的女警卫 到他爹身边 在70年代左右 朝鲜官方一直宣传金胜爱是尊贵的第一夫人 但是在金正日掌权以后 金胜爱和他的孩子就沦为了边缘人 在媒体上也彻底消失了 金日成还有一位弟弟叫做金英柱 曾和他一同打下江山 后来也是身居要职 外界一度认为金英柱会是金日成的接班人 可惜金英柱在和侄子金正日的权力斗争中完全落败 然后被赶到一个小山村软禁了起来 金正日也就成为了唯一的权力继承人 金日成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金英柱不够狠毒 所以与叔叔相比 金正日的狠毒是他的优点 这里就来重点讲一下金正日 按照黄长叶的说法 金正日这个人的生活 可以用放荡来形容 他喜欢西式宴会和养酒 是宣宁师最大的单一付费客户 他的宴会上经常是无烟瘴气 酒吃肉铃 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到处建造别墅和猎场 每个房间放三台电脑供他上网冲浪 但他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就是北朝鲜很穷 粮食常年短缺 要维持他这样的生活 就需要花大量的外汇 而美国常年对他们实行贸易封锁 所以北朝鲜为了赚外汇 就让各个部门在海外设置了一些秘密公司 这些公司赚外汇的手段之一 就是让朝鲜人去西伯利亚 做伐木工建筑工之类的苦力工作 每人每月赚800美元 还得为公司抽走一多半 这些工人堪称是21世纪最幸福的人 关于金正日的故事中 最精彩的要数他的情史 他的原配夫人叫洪一天 两人于1966年结婚 并于1968年生下金正日长女金慧景 由于这桩婚事属于家里的包办婚姻 所以金正日和这个老婆过得很不贪心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他遇到了一个比他大六岁的性感少妇叫陈慧玲 陈慧玲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电影演员 身为电影爱好者的金正日 瞬间就被他迷住了 但可惜的是陈慧玲是有夫之妇 他的丈夫叫做李平 是一个懦弱的文化人 他和李平之间还有一对儿女 不过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挡金正日求偶的决心 金正日回去以后 就甩掉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婆红一天 然后就开始和陈慧玲交往 并且强迫他的丈夫李平与他离婚 可怜的李平惹不起也躲不过 最后一气之下竟然跳枪自杀了 陈慧玲和金正日在一起后生了一名男孩 也就是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 其实金正日他爹金日成 在一开始并不认可陈慧玲 得知他俩在私下交往后十分的生气 但后来当他看到了自己的孙子金正男以后 就转目为喜了 欣然接受了这个突然到来的孙子 而金正日对金正男更是宠爱有家 可以说金正男完全是含着金汤是出生的 并且金正男作为金正日的长子 也最有可能成为权力继承人 但可惜的是 金正男和他母亲陈慧玲 后来的命运都很凄凉 因为金正日对女人一向是喜心厌旧 他后来又找了四个老婆 分别是金音叔、高荣基、孙姬林和金玉 这其中金音叔和孙姬林没什么存在感 都是生了两个女儿以后 就被金正日抛弃了 而金玉则是金正日的私人女秘书 只有第四任妻子高荣基最为得势 高荣基原本是一个剧场的舞蹈演员 容貌非常出众 在这一点上和陈慧玲差不多 但和陈慧玲不同的是高荣基没结过婚 而且还比陈慧玲年轻17岁 于是高荣基就成为了金正日的新宠 而可怜的陈慧玲 自然就被金正日冷落了 后来陈慧玲被迫把相依为命的儿子金正男 交给金正日的妹妹抚养 而他独自一员定居在了莫斯科 高荣基在嫁给金正日之后 生了三个孩子 其中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金正哲和金正恩 以及一个女儿金宇正 金正哲生性比较的娘 所以他几乎从来不被金正日看中 而小儿子金正恩则从小就透露出一步狠近 这正是金正日喜欢的个性 于是金正日的接班候选人就成了两个 也就是金正男和金正恩 金正男本来很有可能成为接班人 因为他属于长子 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但是他在经历90年代朝鲜大饥荒后 圣母心开始泛滥 于是他就想劝他爹金正日走改革路线 金正日听到以后当然很生气 因为在金正日看来这小子是要走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要叛变的节奏 据说金正日曾经多次训斥金正男 还威胁说要把他关到老改营挖一辈子没 同时他还受到继母高荣基等人的排挤 所以到最后金正男也就不再被视为接班人 金正日的接班候选人也就只有金正恩了 金正恩12岁的时候和他妹妹金宇正一起到了瑞士留学 他的姨母高荣叔也就是他母亲高荣基的妹妹 被安排在瑞士负责照顾他们二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姨母高荣叔在瑞士待了两年后 突然叛逃到了美国成了脱北者 高荣叔后来向媒体描述了他所认识的金正恩 他说金正恩小时候脾气很暴躁 缺乏耐心 在他六七岁时 大人们见了他都得向他鞠躬 叫他一声将军 除了金正恩姨母的这段描述以外 金正恩在瑞士的校友也有一段关于他的描述 他的校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金正恩是一个安静普通的学生 性格内向 从来不主动接近其他人 他最喜欢篮球 喜欢看NBA 同时他也喜欢好莱坞电影 日本动漫 流行音乐 以及电脑游戏 几乎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同学在以后会是北朝鲜的最高统治者 金正恩在2011年逝世 按照他生前的指定 金正恩就成为了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上台之后 首先就清洗了金正恩留下来的四个顾命大臣 金永春 李英浩 宇东策和金正恩 然后又炮绝了摄政王 也就是他的副父张成泽 最终他把权力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可以说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行事作风 都有他爷爷金日成当年的风范 当初另一位接班候选人金正男 自从2000年以后 就一直游荡在海外 2017年他在马来西亚遭遇投毒后离弃死亡 一些小道消息说金正男曾经参与张成泽的阴谋夺权 所以被下令追杀 还有人说金正男曾掌管了很多金家在海外的秘密账户 而他经常出入亚洲各大赌场 帮助这些账户进行洗钱 他的死和钱有关 甚至还有消息说 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线人 当然这些消息的真假 目前都还没有人能证实 所以他的死因在目前还是个谜 不过他有一个儿子叫金韩松一直隐匿在海外避难 在外界看来 金正恩目前的状态相当不错 他有一个既漂亮又能歌善舞的老婆叫黎学主 据说还有三个孩子 但他们没有对外公布 此外他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 就是他的妹妹金宇正 金正恩每次出国访问 基本上都有金宇正陪正 很多重大的事情也都交给金宇正处理 有些媒体猜测 金宇正很有可能会成为北朝鲜的二号人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鱼正长相秀丽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这也给一项神秘的金氏家族 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现如今金家的传奇还依然在继续 朝鲜人民也依然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